对于很多人来说,赵丽颖是个很熟悉的演员,她是娱乐圈中白手起家的了,也正是因为那股拼搏镜额,才让观众对她喜爱有加,看过赵丽颖作品的观众,也大多数对她有好感。 渐渐的,她便成为了娱乐圈中的国民女神,一个备受男女老少观众都喜欢的女演员。 众所周知,赵丽颖的走红,还要从陆正传奇以及花千古开始说起。 从展露头角到大红大纸,她的巅峰都在古装剧上,所以就算现在是观众眼中的国民女神,赵丽颖对古装剧依旧还是有情怀的。 所以,即便是开了转型的头,她依旧还是会接古装角色,雨凤行便是她接下来的作品。 雨凤行是赵丽颖在电视剧《游匪》之后,出演的第二部古装剧。 合作的男主,还是此前一起演过《楚桥传》这部剧的林更新。 当年的新月夫妇,让观众记忆深刻,如今恶搭,自然也勾起了大家对这对CP的回忆。 以至于雨凤行刚刚开拍,就具备了话题跟热度。 是的,雨凤行开机了,在被传了许久之后,片方官宣了赵丽颖跟林更新,并且举行了开机仪式。 全部演员也都准备就绪,值得一提的是,雨凤行开拍,以为赵丽颖是打工的,看到监制来后,厉害了。 在雨凤行官宣的消息中,我们可以看到领先主演的地方,写着林更新跟赵丽颖的名字。 在一部影视剧中,片方就是老板,演员就是员工,负责演戏。 即便是主演,归根究底,也都还是打工的。 看到赵丽颖的名字出现在领先主演上,大家也都以为打工人赵丽颖又开始当起了拼命三娘。 结果,她在雨凤行中的身份,却让人意外了。 在官方账号晒出来的资料表中,可以明显看到,监制来写着赵丽颖的名字。 也就是说,赵丽颖不仅负责出演雨凤行的女主,更是当起了监制的角色,这也意味着她不仅仅只是一个负责演戏的打工人而已了。 据悉,电视剧中的监制,其实代表着的是制片人或者是法人,负责的是剧组的支出预算跟编制影片的具体拍摄形成计划,还要协助导演安排具体的立场失误。 也就是说,在雨凤行这部作品的制作过程中,赵丽颖有了发言权,也有了话语权。 不得不说,现在的赵丽颖真的是厉害了,从目前到幕后,她从演员变成了质量人,从听从指挥到了咬话语权,也是避免她接的剧本。 再次遭遇当初的咬斐汉堡风波,毕竟自己能做主,就不是简单的打工人了。 其实,赵丽颖这几年来的发展一直很好,她的身份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演员,她的名下也有多家公司、工作室,可见赵丽颖在娱乐圈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了。 这几年来,赵丽颖的发展,就跟杨幂一样,不仅仅只是拍戏,当演员,而是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,成为名副其实的女强人。 不得不承认,从白手起家到现在的幕前转移到幕后,赵丽颖真的是厉害了。 当然,我们也相信,从单一的打工人到有话语权的监制,对她自己喜欢的演艺事业会越来越上心,从而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。 与凤行让赵丽颖能够有发言权,自然也就不担心会缩水,我们也期待着这部剧的到来。